这个睡自撩人的男人接近700斤 因为过度肥胖 睡觉要带氧气罩防止窒息 一觉醒来 身体的疼痛依旧挥之不去 膝盖更是十分脆弱 需要妻子拽着才能做起身来 妻子是她的人行拐杖 更是她迷腹起始的奶妈 庞大的身躯 能挡住屋子里一半的光线 家里的门都快要容不下她 她叫道格和妻子生了三个儿子 其中两个是刚出生的双胞胎 本该是家里的顶娘柱 却沦为最大的累赘 妻子作为超级保姆 身心早已疲惫不堪 道格心里充斥着愧疚和挫败感 但只要食物出现在眼前 内心的不安就被扫荡一空 这么一大盘的早餐 她要吃三份 食物能让道格彻底沦陷 甚至连妻儿都得往后靠 吃饱喝足后躺着饭困 周围的一切都与她无关 道格出生在一个军人家庭 父母常年不在家 给了蓝保姆可称之机 被侵犯的阴影笼罩着整个童年 于是她用吃来抚平创伤 从此便一发不可收拾 幸好遇见了现在的妻子 为她生孩子 还能赚钱养她 家里虽看似平静 可不经意见的细节 总能把妻子击溃 一家人外出游玩 道格因为体型过大 怎么都挤不进座位 妻子看在眼里 她更像一个巨婴 而这个家 也更像一个单亲家庭 这对妻子和孩子都不公平 已经到了生死攸关的时刻 道格是时候做出选择了